杨幂为了捧她血本无归 无补电视剧只有她没红 热巴也救不了她 要说谁是娱乐圈最幸运的女明星 你不得不提杨幂和迪丽热巴 像赵丽颖这种跑了十年的龙套彩虹 Angela Baby也是沉寂多年 因为一档综艺红了 而且一直是黑红 但是像杨幂和迪丽热巴这种 红得透透的 而且出道至今都很顺利的 还是很少有 其实杨幂的机下有很多艺人 虽然不是每一个都像迪丽热巴那么红 但是像高伟光 李希瑞还有张云荣这种 也是有一定的热度的 而且经常能在一些剧中看到他们 也都能叫出名字 也算是资源比较好的了 但是有一个人却有点倒霉 明明长得很帅 也刷足了脸圆 但就是红不起来 这个人就是赖衣 说到名字你肯定不知道 但是看到连你说半就知道了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还有烈火如歌谈判官 扶摇 这几部大热的电视剧中 都有他的出演 而且演技和颜值都可圈可点 但他就是没一样的红不起来 甚至杨幂为了碰他 还带他一起出演了电影 《我是证人》 还是一样没有水花 杨幂为了他砸下去的资源 全部都石沉大海 血本乌龟 看不到一点回应 无论是在扶摇中搭档杨厉 还是烈火如歌中搭档 迪丽热巴 都没人能够成功的把他带起来 没人能够救得了的 简直就跟有毒一般 出道四年 就坎坷了四年 实在是不容易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有颜值 有演技 有身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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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